在世運會的有樣體操項目,日本代表隊參加女子六人團體賽。 選手的年齡層從17歲到35歲。 不過,他們至少都有十年以上的經驗,而且都是超有默契。 有樣體操六人團體賽,講求的就是動作一致。 日本代表隊六位選手原本就遞數同一個團體。 論個人經驗、成績都相當完整。 25歲的武奈麻美就今年獲三年全日本個人組總冠軍。 今年在泰國舉辦的第一屆亞洲杯也摘下銀牌。 團體賽當然還是以團體戰力為優先。 第一次組成六人團隊,這個至少都擁有十年以上經驗的六位選手。 除了來比賽,由於都未到過台灣,對於寶島之行充滿期待。 希望對賽事亦都能夠留下美好記錄。 一次又一次不停地練習同樣的動作。 這群娘子軍年齡有差距,對於獎牌的渴望就是一致驚。 謝謝。 謝謝。